今天大家說到他們兩位要開記者會要說明的時候 蔣萬安先講 蔣萬安講就參加一個警察局的各分局長交接的典禮 他講的時間很短不到一分鐘 他就說這個發生在台北市的事都是我的事 講完之後轉身離開 媒體全部追上去以後 換發言人講 發言人大概講了五分鐘 從頭到尾沒有一句新的內容 全部都說這個各局處都有回應 各局處那你這發言人也不用出來講 蔣萬安今天當然很誠意的跟大家道歉 口頭上道歉還舉了功 各位看這個畫面 他還舉了功 但是他講完這些內容他就走了 顯然還沒有講出後續應該會怎麼做 或者以後遇到這種事要怎麼做 或是當時自己怎麼樣為什麼沒做 都沒有講一分鐘而已 所以沒有講大家才要問那個發言人 那個發言人因為從頭到尾都不講 通通都不講 我還以為我在聽講話 兩個人講話的口氣已掉一模一樣 就是沒有什麼新的內容 然後換這個柯文哲的時候 柯文哲這整件事情 似乎在怪法規的不健全 然後呢 他就說沒辦法 不起訴不好意思不起訴的時候 你已經不是市長 不起訴不占你任內 那他們當然也發了一個聲明 我們看他的聲明 民眾黨的聲明 他說第一個不應該因任何的這個疏漏 讓這些小朋友暴露在危險當中 那不就是你台北市政府當時的疏漏嗎 第二個他說接到通報後 相關局處進行訪視與調查 你調查了什麼 你就看錄影帶而已 監視器啊 然後說看不到東西沒事 第三你說啊這個教育前線的訪視與調查 應該要加強以避免 教育現場發生內部包庇或引力情勢 來這句話很重要 所以民眾黨或柯文哲認為當時的教育局 當時的社會局 當時負責督導這個業務的黃珊珊 對教育現場包庇 引力這件事情要改進 那你出來道歉啊 你自己講喔 教育現場前線的訪視與訪談應該加強 以避免教育現場發生內部包庇或引力的情勢 教育現場 這不就是嗎 教育局不是有去查嗎 當時的教育局長 還在幹什麼事情 還在參加黃珊珊的造勢活動 還參加兩次 當時的教育局 當他出來說 我跟你說這家台北市財頭的 我都不知道 黃珊珊有講喔 她說我沒有阻擋喔 她從頭到尾都不知道這件事 她知道這件事情的時間跟我們每個人都一樣 這就是黃珊珊 黃珊珊都不知道這件事 民眾黨的操作和長這樣調好 這件事黃珊珊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柯文哲也不知道 柯文哲也不知道 如果柯文哲知道會這樣處理嗎 如果柯文哲知道會這樣處理嗎 最後一個 柯文哲說 我們必須檢討我們是誰 柯文哲你出來說我們是誰 我們是怎樣 是包括我們坐在這裡的是不是 還是只有你們民眾黨 還是當時的市府團隊 說好清楚喔 必須檢討的是誰喔 今天一蔤王我們出來會這次道歉喔 這個事情我跟你講蔤個人為什麼在台北市的家長群組裡頭 早就炸鍋了啦 所有大大小小的家長群組都在問台北市政府的交易局 有時候人家問蔣萬 這個事情到底怎麼辦 蔣萬壓力太大了 沒辦法 這兩桿台都在討論 蔣萬出來道歉 柯文哲呢 柯文哲到現在都不講 他沒有道歉 我本來以為他要道歉的 結果也沒有 沒有 然後他說 這個法律還是看要怎麼改 我有請黃國昌 然後就把外公交給黃國昌 黃國昌講了快一分鐘 也沒什麼內容 這就是民眾黨 抄要跟他抄得聽得好 你們對這種事情 你們的老闆 柯文哲 黃國昌 對這種事情 包括黃珊珊 狗進 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都怕我們同時間知道 那你們這個政黨 對小朋友 我再講一遍 你們這招啊 長啊 大家很多都是 三十幾歲的年輕人 都即將有小朋友 或正有小朋友 而且很多都是在讀 幼兒園託嬰中心的 黃國昌 黃珊珊 柯文哲 面對這些事情 態度是這樣 你們要看清楚 好 所以請教阿苗 你看看你們前任縣長 這樣這是什麼話 讓大家覺得蠻傻眼的 包括今天柯文哲說呢 啊 大張旗鼓調查啦 會引發家長恐慌啦 未審先判啦 啊檢調呢 也沒有拿到足夠的證據 最後是不起訴處分 到底是檢調沒有拿到足夠證據 而且還是那個時候 你推給監視器說 啊 你看 監視器沒有拍到有利的證據 啊 不是他們就是應該查嗎 要去查啊 柯文哲說 如果大張旗鼓調查 會引起恐慌 他這樣講 完全說明了 為什麼他在台北市當市長期間 滿意度永遠掉出來 因為這種事情 你知道怎樣會引起恐慌嗎 蓋鍋蓋才會引起恐慌嘛 你發生的事情 政府也不調查也不處理 這才是家長最怕的嘛 尤其是這種牽涉到小朋友 你知道幼稚園小朋友 其實自我表達能力 還沒有完全的發展 所以在學校裡 在幼稚園裡發生了什麼事 回家要講也不太會講 講也講不一定很清楚 所以其實很多的家長 很多爸爸媽媽他擔心的 就是說小孩子在幼稚園 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都不知道 那誰知道 誰知道 不就是我們這幾年來 一直推動說 你要加裝監視器 然後主管機關要去查 這些監視器 主管機關要去調查 才會知道啊 那柯文哲今天竟然講說 大張旗鼓調查 會引起恐慌 那我就問了 要你政府幹什麼 要你柯市府幹什麼 不調查 偷偷摸摸調查 還是乾脆都蓋鍋蓋 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要徹查 這家長才不會恐慌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他這個發言 非常之離譜 第二個 蔣萬安跟柯文哲 現在遇到的問題 其實他們的SOP都一樣 他們遇到自己執政不利 遇到自己懈怠 發生問題的時候 SOP就是甩鍋中央 尤其是蔣萬安 他執政到現在一年多的時間 我對他的觀察 就是神經麻痹 麻木不忍 無能 怎麼講 他每次反應都慢半拍 保齡事件也要給他慢半拍 文山區有深坑大火的意味也要慢半拍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幼稚園案子 他是慢N拍 還是先看一下網路風向怎麼樣 不對了之後我再出來道歉 因為昨天包括教育局 教育局的副局長不是被罵了嗎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輿論整個燒了起來 我出來道歉好了 我好感度比較低了 我這個我這個去法國做外交工作回來 下飛機看到新聞 蔣萬安還在說什麼 要提倡中央要修法 我看了快昏倒 修什麼法 法要修什麼 我跟大家講 現在台北市政府都在甩鍋說 兒少全法第69條規定 不能夠公布加害人的姓名 也不能夠公布原所名稱 我跟大家講 欧北亂講 隨便亂講 哪有這種事情 兒少全法第69條 條文在這裡 就在這裡 其中的第四項 我念給大家聽 如果是為了增進兒童及少年福利 或維護公共利益 可以經行政機關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 邀請相關單位 以及兒少保護團體 還有呢 報業商業同業工會 就是媒體的工會 邀請來開會 共同審議之後 就可以公開這個加害人的名字 跟這個加害的機構 兒少全法第69條 已經寫在法律裡面 寫在法律裡面 請問你台北市政府 你有權利來召開這個 決定要不要公開的會議 你為什麼不召開 你為什麼不召開 這個加害人 你說之前第一次 有人檢舉的時候 被不起訴 後來是不是被羈押 後來是不是被羈押 而且你台北市政府 是不是給他一個罰還的處分 還有公布的處分 那你為什麼不按照你的職權 去召開這個公布相關姓名的會議呢 你應作為 能作為不作為啊 另外第二個 蔣光安啊 他講說2023年去年 8月9月有開罰單對不對 對 跟他說啊你這個包庇引力不報 所以處罰還 並且還要處什麼 我跟各位報告喔 去年台北市政府處罰還之外 還處公布姓名及幼稚園名 結果今年3月份 2024年3月份 台北市政府發新聞稿 在告訴大家調查結果的時候 又把這個加害人跟幼稚園名稱 遮蔽起來了 不是之前公布嗎 幹嘛又遮蔽起來呢 他自己行政處分 處他公布姓名 以及機構名稱 可是台北市政府 後來自己的新聞稿 又幫他掩蓋姓名 跟掩蓋機構名稱 然後現在啊 現在啊 說中央的法律有問題啊 要修法才能公布 我跟大家講 這就是無能兼卸者 這就是無能兼卸者 你自己已經除了行政處分 你自己都不知道喔 所以我覺得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看到很清楚 有太多因作為 能作為而不作為 我再講一個啦 我再講一個啦 當初大家說 為什麼收到檢舉不停職 對不對 你可以叫他請假 你可以叫他停職 叫他不准再踏進這個幼稚園 去接觸小朋友 為什麼不這樣做 現在柯文哲跟蔣萬安都甩鍋說 因為檢察官沒有起訴 因為這個看錄影帶沒有看到 我跟大家報告啊 現在教育局講說 他有去看錄影帶 沒看到是不是 監視器他們只抽查機 用抽的 抽其中幾天 還是這個幼稚園園園長 交出這個代子 在這從而到尾裡面 台北市政府沒有任何敏感度去察覺 被檢舉的加害人 跟這個園長是什麼關係 完全是麻痺啊 你沒有去察覺這件事情啊 第二台北市政府 每一次接到不同的檢舉 都把它切割處理 他們完全沒有察覺 為什麼是同一個人一起被檢舉啊 對 這個是不是麻木不忍 這是不是麻痺 他就把它當個案嘛 對不對 就想說前面的案子 就是前面的案子嘛 後面我任內 我再處理就好了嘛 我在講喔 教育部 教育部早在2020年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 教育部強化幼兒園發生性別事件 通報調查處理機制 這是教育部的法規喔 在這個教育部法規裡面啊 他有非常明確的規定 如果經過實質調查之後 實質調查是誰做 不只有檢調可以做 台北市政府你也可以做 做實質調查 認為可以暫時停職的話 地方政府是有權力叫他暫時停職的 所以檢察官有權力調查 檢察官可以積壓 檢察官可以起訴 同時行政機關 台北市政府也可以調查 也可以暫時停職 這兩條叫做平行線 不互相干擾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不做 為什麼不做 你這些應做為能做為 你通通都不做為 然後怎麼樣 放任國民黨的市議員徐曉鑫 在那邊開不該開的協調會 教育局還去參加這種協調會 還跟加害人一起在談 這些是連環錯 然後現在你台北市長 前後任都甩鍋中央 你說這樣家長怎麼可能會安心 看了你們這樣的反應之後 家長當然只有加倍擔心啊 再次開不關 謝謝大家 我們站在說 我們準備好 大家下次再見 back to 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